三個外野手 守得比較淺一點 可以掉一分 不能掉第二分 抓第一球 不過呢 李季冠先來個變化球 看起來陳雄基也是猜直球打 揮得比較快 一般都是如此 那為什麼不猜變化球打 如果一般來講 第一個球如果你要猜變化球就乾脆不打 有這種習慣 可是這樣猜 基本上不是猜 是希望對方投直球 對方根本都不會投直球 投直球的機率實在蠻低的 不是依照對方的配球實際 而是你的期待 你用你的期待去預測而已 用念力 對 希望對方投直球剛好被你貓到 這個球偏低 形成了一好一壞 十二球的下半 同一是對於五比六一分的落後 這一球 哇 到了右半邊 對方 不過有時候這個外野的佈陣 其實應該還是要按陳雄基的打擊能力來佈陣會比較好 就是如果想得太下一步去了 有些時候你第一步搞不好都沒有接到 對 那這個都是有點想說 萬一是穿越安打 我要怎麼樣再回來 不讓你得超前分 沒錯 現在的一個想法是很簡單的 這 如果安打的心理就是避免二臉跑得很近 你要怎麼樣去做 但是你第一步你如果接不到他的球 其實更危險 不能接到其實反而比較遠 接不到大概就比賽結束了 顯然是良好一換 這球打成一個界外球 畢竟陳雄基的長打能力也是不錯的 對他如果打到前幾次的攻擊 打到中外野的後方 比賽當然就結束了 如果不守一個稍微正常 針對他的一個能力 搞不好也有機會接到 現在兩柱子接到其實也是三柱子 對 其實這有時候也是兩難吧 球數現在是良好一壞 一局外面對陳雄基 在十二局的下半 球數是投手領先 這球打成一個右半邊 落地形式的安打 三雙跑者回來 二雷上路跑者 繞過三壘 回來得分 這是一個再見安打 而且是一個逆轉的再見安打 由第三棒的陳雄基所擊出的 英雄 今天晚上的英雄陳雄基 哇 對英雄的事後是這樣子 雙方敖戰到晚間的十一點四十三分 最後有陳雄基呢 一棒送回了二三壘上的跑者 也使得統一師隊呢 在這一場敖戰到十二局的比賽當中呢 是以七比六一分之差 這也使得兩隊在本週的兩場對戰呢 都進入到延長賽 最後是各贏的其中一場比賽的勝利 最後呢 統一師隊就靠著陳雄基 也是回到台灣的第一支再見安打呢 以一分之差 顯勝了相當強悍的對手 就是南民國桃園隊 最後的贏家就是地主 南霸田統一7-11師隊